龚俊穿了一件Alisab的女装成衣 龚俊穿的根本就不是高级定制 微博之夜之后这两个话题有很多人在讨论 在这里我先给到一个结论 龚俊穿的这件行光黑钥匙不但是一件高定 还是内于第一位上身Alisab高级特别定制的男艺人 这件衣服之所以引发了如此大的关注度 并且也让我感到很正强 大约是因为以下这三个原因 第一自然是因为它上身的是Alisab 这个品牌被称作明星咖位镜定器 它家的高定只见一线顶流 从来不会轻易认领合作 而龚俊上认之后品牌火速认领 不但证明了是官方合作 也证明了龚俊在时尚圈的一线地位 第二个镇间卧的原因就在官方认领的内容中 将这件衣服定义为了高级特别定制 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词 一个是高级定制 一个是特别定制 因此官方也认领了AutoCuture这一次 双重认领这件衣服是高定的身份 所以争论是否是高定完全没有必要 官方用词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 而特别定制则标明了这件衣服是专属于龚俊的尺寸 这也是Alicef第一次为内容男性专属定制高定礼服 第三就是很多人说这是一件成衣女装改来的 不值钱 首先这件衣服已经定性成为了高级定制 第二确实是源自一件女装 但时尚就是很尊崇超越性别的美 这里科普一下内容第一个穿女装高定的也是龚俊 拥有超越性别的美 这也是她非常受时尚圈喜爱的原因之一 第二这可不是女装随便改改就能改出来的 女装的肩宽和龚俊的肩宽完全不一样 肩宽可以改小怎么改大呢 第二女装的裤子我们可以看是收腿微喇的版型 而龚俊是男裤直筒版型 版型完全不一样 而且裤子可以改短怎么能改长呢 最后就是龚俊有一件马甲内搭 这个是怎么改也改不出来的 只能定制 所以这件衣服只能说一眼看上去和女装成衣很像 但从版型到尺寸还有整体造型就是特别定制而来的 所以龚俊穿起来才会如此的合体 再加上高级定制的工艺 这件衣服才会被官方认领称为了高级特别定制 当然除了这件Aliceab高级特别定制 龚俊当晚还佩戴了一颗价值220万元的Tiffany时尚鸟 还有一身Jer Hoveca2023春夏高级定制的群球首串 领奖士又有一套自己作为品牌大使的路易威的2023早秋超级印花西装 并且有顶级女看Vogue24小时跟牌 这三套服装和珠宝以及媒体待遇 真的把男明星的时尚排面直接拉到了顶峰 不过Jer Hoveca这一套高点我真的还是要批评一下龚俊了 加什么内衬呢这也太见外了 你的胸襟和腹肌我们谁不知道啊 下次不许再这样了 土印